大家好,我是小农索菲亚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蜗笋 蜗笋的茎、叶都很好吃 市场上卖的少,也又贵 蜗笋种植比较简单 墨尔本的气候很适合种蜗笋 一年可以种三次茶 自己种的可以想吃就吃 蜗笋吸冷凉,属于半耐寒性蔬菜 生长周期100天左右 喜欢充足的水肥 喜欢阳光 对土壤的透水性和透气性 有一定的要求 窝笋种子很容易发芽 我一般都是先育苗 后移栽到地里 种子适宜发芽温度是15到20度 最好不要低于4度 待叶子长到5到6片时 我们就可以进行移栽 幼苗能耐龄下5度到3度的低温 所以在墨尔本幼苗可以安全越冬 移栽后的株距是30厘米 但是通常我会种的蜜一点 随着窝笋的慢慢长大 我会见蜜的苗来吃叶子 然后留出30厘米宽的间距 以便长出粗壮的杆子 怎么知道窝笋该收获了呢 当窝笋主茎顶端和最高叶片的叶间相平时 就应该及时收获 通常我会在接近成熟时 就开始慢慢地挑大的开始吃 不要等到最后一次性收获 那根本吃不完 今天的种植的过程就简单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给我留言 接下来我想重点介绍 我们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种出来的窝笋不够粗壮 甚至像筷子一样又细又长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是窝笋种得太密了 如果种得太密 窝笋是没有办法长得粗壮的 第二方面 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季节 选择不同的品种 窝笋适宜生长温度是15到20度 夏秋季节应该选择一些耐热性强 晚熟不抽台 对高温长日照 不敏感的品种 而月冬栽培 应该选择一些耐寒的品种 为了避免早抽台 一定要选对品种哦 第三点 育好的苗要及时移栽 如果苗林过长 也会造成未熟抽台 最后一点 在窝笋棚大期 应该加强肥水管理 可以适当地多追一些假肥和淡肥 并且要保持土壤的湿润 但是不要有积水哦 追肥可以用一些吸粪水 或者是堆肥茶 种植窝笋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灰霉病的防治 灰霉病会导致净叶枯死 甚至一整块地的菜 慢慢地全部烂掉 颗粒无收 危害很大 如果土壤里有灰霉病菌 一旦遇到阳光少 密度高 低温 排水不凉 湿度过大 都会引发灰霉病的发生 由于墨尔本冬季持续降雨 我家最先中招的是生菜 得了灰霉病 通常要喷洒多菌磷 我没有喷这个药 我是这样处理的 首先把这些已经生病的菜叶 把它摘下来 直接丢到垃圾桶里或者是山埋 不要用来做堆肥或者放到地里 否则会传染其他的菜 第二步 把菜根周围的土壤 换成一些没有生病的菜周围的好土壤 然后再撒上一些草木灰 并把草木灰和土壤混合均匀 同时伤口部分 把它清理干净之后 掩抹上草木灰 好了 这样就处理完了 经过处理之后的生菜 再也没有继续腐烂 已经恢复健康 这是20天之后的生菜 已经没有问题了 否则一个周之内就会全部烂掉 由于持续降雨 一个月后 莴笋也开始生病 我种的莴笋 已经得这个病两三年了 由于不喜欢用药 又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看着它 慢慢地烂掉 非常可惜 今年的莴笋 我发现生病之后 进行了与生菜相同的处理 另外没有生病的 莴笋周围 也撒了草木灰 进行了杀菌预防 为了验证草木灰 治疗会没病的效果 在莴笋生病之前 地里我并没有加入任何的草木灰 如果地里已经有病菌的话 除了用草木灰之外 我还有其他的几点建议 首先 菜地要注意排水问题 因为冬天雨水太多 我的菜地都是平齐 明年准备把莴笋种在高处 要么种在笼上 要么开钩排水 总之地里不能湿度太大 更不能有积水 第三点 我们可以给菜地经常松松土 增加它的透气性 最后一点很重要 就是恢复土壤本身的健康 我会用堆肥茶来慢慢改良土壤 堆肥茶可以肥地 而且也可以增加菜的抗病能力 可以改善土壤的一些微环境 关于堆肥茶的制作方法 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里 看一下 这是我治疗后的莴笋 十天后的情况 它并没有继续腐烂 而是很健康的生长 希望这个方法 对有相同困扰的朋友 能有一点点帮助 如果您有更好的方法 也请留言给我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